耶利米埃哥第一章 从前人烟稠密的城中,现在怎么竟然孤独地坐在那里?从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怎么竟然像个寡妇?从前在众省份中为王后的,现在怎么竟然成了奴隶? 他在夜间痛哭,泪流满面,在他所有亲爱的人中,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所有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都成了他的仇敌 犹大受尽痛苦,饱经劳役,更遭流习异地 他住在列国中,找不着安居之所,在困境之中,追赶他的人把他追上了 通往西安道路悲哀,因为没有人去守劫 西安一切的城门冷落,祭司哀哼,处女忧伤,西安也受尽痛苦 西安的敌人成为主人,他的仇敌亨通,因为他的过犯众多,耶和华就使他受苦 他的孩童在敌人面前被掳去,西安所有的尊荣都离开了他的居民 他的众领袖都像找不着牧场的路,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逃走 耶路撒冷在困苦漂流的日子,就追念他昔日的一切珍宝 他的人民落在敌人手里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 敌人看见他,就讥笑他的灭亡 耶路撒冷犯了大罪,因此成了不洁之物 素来尊敬他的,现在都藐视他 因为看见他赤身露体 他自己也哀哼,转身退避 他的污秽沾满了衣裙 他从不思想自己的结局 所以他令人惊异地败落了 没有人安慰他 他说 耶和华 求你看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显为大 敌人伸手夺取他的一切珍宝 他看着外族人闯入他的圣所 你曾禁止他们进入你的会中 他所有的人民都在爱恨,到处寻觅食物 他们为了维持生命 拿自己的珍宝去换取粮食 他说 耶和华 求你垂看 求你见察 因为我被人藐视 所有过路的人啊 你们毫不在意吗 你们要细茶 要观看 有没有痛苦向我所受的痛苦 就是耶和华 在他发烈怒的日子 使我所受的痛苦 他从高天降火 使火进入我的骨头里 他设置网罗 伴我的脚 使我退去 他使我孤单凄凉 终日愁烦 我的过犯像恶一样被绑好 是他亲手缠绑的 我的过犯夹在我的颈上 他使我的气力衰弱 主把我交在我不能对抗的人手中 主丢弃我中间的所有勇士 他召聚了一大群人来攻击我 要打碎我的青年人 主践踏犹大女儿中的处女 像践踏压九池一样 为了这些事 我不住哭泣 我的眼不住流下泪水 因为那安慰我 使我重新振作的 都远离了我 我的儿女孤单凄凉 因为仇敌得胜了 西安伸出双手 但没有人安慰他 论到雅各 耶和华已经下令 使他四围的人都与他为敌 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 已经成了不洁的东西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这样待我 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 万民啊 请你们听我的话 看看我的痛苦 我的少女和青年人 都已经被掳去了 我向我所爱的人呼求 他们却欺骗我 我的祭司和长老 为了延续生命 寻找粮食的时候 就在城中弃绝身亡了 耶和华 你看 患难连到我 我的心肠激动 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 因为我曾经非常悖逆 街上有刀剑使人丧子 屋里也有死亡 有人听见我的哀恨 却没有人安慰我 我所有的仇敌 都听见我的灾难 你做了这事 他们就欢乐 愿你使你所宣告的日子 来的那时 他们就必像我一样 愿他们的一切恶行 都摆在你面前 愿你对付他们 好像你因我的一切过犯 对付我一样 因为我哀恨甚苦 我心里愁烦 伊利米埃哥第二章 主在列怒中 怎么竟然使黑云遮盖西安的居民 他把以色列的荣美 从天上抛到地上 他在发怒的日子 竟不纪念自己的脚凳 主吞灭了雅各所有住处 毫不顾惜 他在愤怒中 把犹大居民的坚固城拆毁 他使国家和国中众领袖都倒在地上 受尽羞辱 他在烈怒中 砍断以色列所有的脚 他从仇敌面前收回自己的右手 他像吞灭四周物件的火焰 在雅各中间焚烧 他像仇敌拉弓 他的右手已经预备好 他像敌人把一切阅人眼目的都杀灭了 他如火的愤怒倒在西安居民的帐篷上 主好像成了仇敌 他脱灭了以色列和他所有的宫殿 毁坏了他的坚固城 他在犹大居民的中间增添了悲哀和哭嚎 他把自己的住所破坏 好像园子一样 他毁坏了属他的聚会之处 耶和华使节旗和安息日都在西安被忘记 他在他的圣怒中弃绝了君王和祭司 主丢弃了自己的祭坛 咽弃了自己的圣所 他把宫殿的围墙交付在仇敌的手里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宣扰 好像庆祝节日一样 耶和华定义要拆毁西安居民的城墙 他拉了准绳 绝不停手 勿要把他吞灭 他使堡垒和城墙都悲哀 一同受痛苦 西安的众城门已经陷入地里 耶和华把西安的门栓都毁坏折断了 西安的君王和领袖都身在列国中 西安再没有律法了 他的众先知也得不到从耶和华而来的意向 西安居民的长老都坐在地上 默默无声 他们把尘灰撒在头上 腰树马步 耶路撒冷的处女都垂头至地 我的眼睛因流泪而失明 我的心肠激动 我的肝胆倾倒在地 都因我的子民遭毁灭 孩童和婴儿在城里的街上昏倒 他们像被刺伤的人昏倒在城里街上的时候 他们在母亲的怀里快要丧命的时候 他们就问母亲 五谷和酒在哪里呢?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我怎样向你说明呢? 用什么与你比较呢? 喜安的居民啊 我们用什么跟你相比 好安慰你呢? 你的裂口像海那样大 谁能医治你呢? 你的假先知 为了你所见的意向 尽是虚晃和愚昧 他们没有显露你的罪孽 使你的命运得以挽回 他们为你所得的末世 全是虚晃 是引人走错路的 所有过路的人 都拍掌嘲笑你 他们吃笑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摇头说 被人称为最完美 为全地所喜悦的 就是这城吗? 你所有的仇敌 都张开口攻击你 他们吃笑你 又咬牙切齿说 我们脱灭他了 这真是我们期待的日子 我们等到了 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做成了他定义去做的 成就了他的话 就是他昔日所宣告的 他把你拆毁 并不联习 他是仇敌因胜过你而高兴 他高举你敌人的脚 西安居民的城墙啊 你要一心向主哀求 愿你的眼泪像江河般涌流 昼夜不息 愿你得不着歇息 愿你眼中的同仁不能休息 夜里没到焦耕的时分 你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 你要清心如水 你的孩童在各街头上因饥饿而昏倒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 耶和华 求你观看 求你见察 你曾这样对待过谁呢 难道夫人应该吃掉自己所生的 就是自己所抚养的婴孩吗 难道祭司和先知 应该在主的圣所里被杀害吗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倒卧在地死了 我的年轻男女都倒闭于刀下 在你愤怒的日子 你杀了他们 你屠杀了他们 毫不怜惜 你从思维招聚惊吓我的 好像招聚人过节的日子一样 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没有人可以逃脱 可以生存 我所抚育 所养大的 我的仇敌都灭尽了 耶利米埃哥第三章 我是在耶和华愤怒的帐下受过苦的人 他领我 使我行在黑暗中 不行在光明里 他真是终日不停地反手攻击我 他使我的肌肤衰残 折断我的骨头 他逐类围困我 使毒害和艰难环绕我 他使我住在黑暗之处 好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他逐墙围住我 使我不能逃出去 他又加重我的钢链 甚至我哀求呼救的时候 他也掩耳不听我的祷告 他用砍凿好的石头 堵塞我的道路 他使我的路径曲折 他像熊埋伏着 又像狮子在藏匿的地方 等候攻击我 他把我脱离大路 把我撕碎 弃我于荒野 他拉开了他的弓 立我做剑靶子 他把他剑囊中的剑 射进我的肺腑 我成了众名讥笑的对象 他们终日 以我为歌嘲讽我 他使我保长苦菜 保享苦尽 他用砂石 使我的牙齿破碎 把我践踏在灰尘中 你使我失去了平安 我已忘记了福乐是什么 所以我说 我的力量已消失了 我从耶和华所得的盼望 也没有了 回忆起我的困苦漂流 就像是苦井和毒草 每逢我的心想起往事 我的心就消沉 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 我就有指望 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 他的怜悯永不止息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多么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业份 所以我必仰望他 耶和华善待等候他的 和心里寻求他的人 安静等候耶和华的救恩 是多么的美好 人在幼年时救父恶 是多么的美好 他要无言独作 因为这是耶和华 加在他身上的 他要把自己的口 埋于尘土中 或者还有盼望 他要让人打他的脸颊 要饱受凌辱 主必不会永远丢弃人 他虽然使人忧愁 却必照着他丰盛的 慈爱施怜悯 因为他心里 本不是要人受困苦 或是要世人愁苦 人把地上所有被囚的 都践踏在脚下 或在至高者面前 趋往正直 或在诉讼的事上 颠倒是非 主不都看见吗 除非主命定 谁能说成就成了呢 或或或福 不都是出于 至高者的口吗 人活在世上 因自己的罪受惩罚 为什么发怨言呢 我们要检讨和省察 自己的行为 然后归向耶和华 我们要向天上的神 诚心举手祷告 我们犯罪悖逆 你并不赦免 你被怒气笼罩着 你追赶我们 杀戮我们 毫不顾惜 你用秘云把自己遮蔽起来 以致我们的祷告 不能达到你那里 你是我们在万族中 成了渣子和废物 我们所有的仇敌 都张开口攻击我们 我们遭遇的 只是恐惧 陷阱 毁坏和灭亡 我的眼泪 像江河流下 都因我的人民的灭亡 我的眼泪 永流不停 总不止息 直到耶和华垂顾 从天上关注 阴眼见我城中 众民的遭遇 我的心很痛苦 那些无故 与我为敌的人 追捕我 像追捕雀鸟一样 他们把我投在坑中 要结束我的性命 又把石头 抛在我身上 水引过我的头 我说 我要死了 耶和华 我从坑的最深处 呼求你的名 你曾经 垂听我的声音 现在 求你不要 掩耳不听我 求救的呼声 我每逢呼求你的时候 你就靠近我说 不要惧怕 主啊 你为我的案件申辩 赎回了我的性命 耶和华 你看见了我的冤屈 求你为我主持公道 你看见了 他们种种的仇恨 以及所有害我的阴谋 耶和华 你已听见了他们的辱骂 以及所有害我的计谋 你也听见了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人嘴里的话 以及他们终日要攻击我的企图 你看 他们或坐下或起来 我都成了他们歌唱嘲笑的对象 耶和华 求你按着他们手所做地报应他们 求你使他们的心顽梗 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 求你在烈怒中追赶他们 从耶和华管制的普天之下 除灭他们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 黄金怎么竟然失去光泽 纯金怎么竟然变色 圣殿的石头都被抛弃在各街头上 西安尊贵的众民 本来和金金一样贵重 现在怎么竟被看为瓦器 好像陶匠手中所做的呢 野狗尚且用乳房 不养他们的幼儿 但我的纵鸣变得多么残忍 像旷野的鸵鸟一样 婴儿的舌头 因干渴而紧贴上膛 孩童求病 却没有人分给他们 那些从前吃美食的 现今都在街上孤单凄凉 那些从前在豪奢生活中长大的 现今却在垃圾堆中打滚 我纵鸣的罪孽 比索多玛的罪恶更大 索多玛在转眼之间轻浮了 尽管无人攻击他 西安的贵族素来比雪更明亮 比奶更洁白 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石更红润 他们的样貌像蓝宝石一样美丽 现在 他们的面貌比煤炭还黑 在街上再没有人认得他们 他们皮包骨头 枯瘦如柴 那些死于刀下的比饿死的还好 饿死的因缺乏田间的出产 就日渐消瘦而死亡 此心的妇人亲手碰住自己塑生的孩子 在我众民遭毁灭的时候 孩子竟成了母亲的食物 耶和华大发震怒 倾倒他的烈怒 他在西安放火 拖灭了西安的根基 地上的君王 以及世上所有的居民都不相信 会有任何敌人攻进耶路撒冷的城门 因为西安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 就是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 所以他们像瞎子在街上流荡 他们被血定污 没有人可以触摸他们的衣服 有人向他们喊叫 走开 你们不解的人 走开 走开 不要触摸我 他们到处逃亡 漂流的时候 列国的人就说 他们再不能在这里寄居 耶和华亲临分散他们 不再看顾他们 人不再尊重祭司 也不后代长老 我们突然等待帮助 等到双目失去势力 我们在瞭望台上 期望一个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来临 敌人追踪我们 使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道上行走 我们的结局近了 我们的日子满了 我们的结局已经到了 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还快 他们在山上追赶我们 在旷野埋伏攻击我们 耶和华所高丽的 我们鼻孔的气息 在他们的陷坑中被捉住 我们论到他曾说 我们要在他的硬币之下 在列国中存活 以东人呐 乌斯帝的居民呐 欢喜快乐吧 这杯也要传到你那里 你必喝醉 以至赤身露体 喜安的居民呐 你的刑罚已经受够了 耶和华必不再使你流亡 以东的居民呐 他必惩罚你的罪孽 揭露你的罪恶 耶利米哀歌第五章 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 垂顾关注我们的耻辱 我们的产业转归外人 我们的房屋归给一族 我们成为孤儿 没有父亲 我们的母亲 好像寡妇一样 我们所喝的水 要用银子买 我们的柴 也付代价而得 我们被人追赶 景象带上重恶 我们疲乏 得不着歇息 我们臣服埃及和亚树 为要得着粮食冲击 我们的先祖犯了罪 现在他们不在了 我们却要担负他们的罪孽 奴仆下制我们 没有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因为旷野有刀剑的威胁 我们要冒生命的危险 才得到粮食 我们因饥饿而发烧 我们的皮肤 好像火炉一般的热 妇女在西安被侮辱 处女在犹大的城镇被强暴 众领袖被敌人吊起来 长老也不受人尊敬 青年人推磨吃苦 孩童因被木柴而跌倒 众长老不再坐在城门口 青年人不再唱歌作乐 我们心里不再欢乐 我们的舞蹈变为哀哭 冠冕从我们的头上掉下来 我们有祸了 因为我们犯了罪 为了这事 我们心里愁烦 为了这事 我们的眼睛昏花 因为西安山荒凉 野狗就在山上到处出没 但耶和华 你永远坐着为王 你的宝座代代长存 你为什么永远忘记我们 为什么长久离弃我们 耶和华 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 你向我们所发的怒气难受 不然 求你使我们归向你 好使我们回转过来 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 像古石一样 我好使你 给你摆花 好奇特别人 带停 我来给你 这个日子